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否让你产生过动摇呢? 接下来,我们将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找回你的自我信赖感 所谓的自我信赖感,就是遵循你的信念和价值观而活的感觉 请你找一个安静舒适不被打扰的地方坐下来 信任我,跟随着我的引导 这个训练非常安全,请放心练习 好 当你准备好以后,请轻柔地闭上眼睛 做几个深呼吸 请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 留意一下呼吸进出鼻腔的感觉 留意腹部的随着身体 留意腹部的隆起和凹陷 现在 请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内在 问一问自己 在你的心中 什么是神圣的 你一直坚信的信念是什么 你的深层价值观是什么 请你保持深呼吸 让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脑海中自然浮现 仔细体会 它带给你的感觉 请你深深地吸气 把这些感觉吸进来 呼吸气的时候 扩散到全身 让你全身的每个细胞 都记住这种感觉 现在 请你带着这样的信念 和价值观 去想象 你的人生愿景 想象 想象你全身的每个细胞 都在支持你 实现这个愿景 你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和感受呢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扩敏 扩散到全身 请让你全身的每个细胞 都记住 这种感觉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去想象 有哪些人 和你有着同样的信念 和价值观 有哪些人 有哪些人 是支持你的 是你的人生榜样 他会怎么做呢 在你过往的情绪 在你过往的人生中 什么东西 一直在给予你力量呢 好 请你带着 这种笃定的感觉 当你准备好了 当你准备好了 就请慢慢地睁开眼睛 今天的训练 我们就到这里 祝你度过 美好的一天 我是清音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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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